我们整个冲顶的这个期间 天气是非常不好的 包括整个出发的时候 也都是在下雪的 大概当天的风到了六到七级 近山我们第一天到达C1 第二天就是C2 C2的话我们待了四天 然后13号的时候 我们就是得到消息 就是说修路队已经把路绳铺上去了 那么我们13号就到达了C3 14号的话我们冲到了C4 然后于北京时间5月15日早上7点57分成功从南坡登顶珠峰 也是成为了目前南坡年级最小的一个登顶者 画面中向记者讲述自己登顶珠峰经历的 是来自湖南长沙的16岁高中生徐卓元 小学六年间他跟随父亲走过中国30个省份 12岁时登顶海拔5025米的四股鸟山大峰 之后又相继登上四姑娘山二峰 奥太纳峰 穆士塔格峰和半戟峰 丰富的登山精力让他决心登上更高的山峰 为了能顺利登顶珠峰 徐卓元从2023年年初开始每天进行两小时的系统性训练 包含跑步 游泳 负重爬楼 保加利亚深蹲等项目 他告诉记者登山运动的危险性也常让家人有所顾虑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登山 一部分原因是热爱 另一部分原因是四年前对父亲做出的登顶珠峰的承诺 父亲的影响肯定也是有的 就是他从小教给我的一些攀登者的一个精神 就是坚持不懈 然后不为困难 但是也要会敬畏自然 珍惜生命 徐卓元的父亲 56岁的徐江蕾 早在2007年就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老马峰 成为湖南省历史上登珠峰第一人 作为徐卓元登山的领路人 徐江蕾一直秉持着既读万卷书 一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 他认为游历与攀登不仅能增长见识 更能磨练意志塑造良好的生命观 他是通过攀登来改变了自己 16岁的孩子在山上是知道有奋斗会有牺牲的 这些东西都是在生命的教育 攀登中间会让你产生无数次放弃的想法 而你想成功就必须坚持 这样的话对他以后的人生的成长中间 他都会有比常人更加坚韧的品性 还有一个团队的协作精神 所以说这方面应该是会 他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引导 徐卓元告诉记者 登山运动让他更加珍惜当下 热爱生活 他会一直坚持攀登的步伐 短期计划是在高考结束后 徒步南北两极 在考虑复制父亲的脚步 从北坡再次登顶出风 对于人生长远的打算 徐卓元也表示 未来想要从事与运动相关的专业 我个人的话是想学医的 想攻读的专业的话 是运动损伤方面的一个医学 因为包括我本人也好 父亲也好 包括我的队友也好 其实大多数的人 都是逃不过这个劳损的 我也是想以后 尽自己的专业支持 去帮助更多的人 也是为我热爱的这份喜好 去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